今天我不准备和大家分享太多我的故事 我想和你们谈谈如何做 这才是我的激情所在 我的激情不是把一大堆的老调谈来谈去 虽然有时候不得不这样做 话说回来了 我出生了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生意 然后我们邀请了八个人来到我家看生意 其中六个人加入 所有这六个人在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成了直系 所以我们在两年后就成为了钻石 我很想这么说 但这是一个谎话 我们最终确实成了钻石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很多人出生 长大 去世 当我们成为翡翠之后 我把我的牙科诊所卖掉 基本上是以打高尔夫为主 当你接近你的其中一个目标的时候 请你一定帮自己一个忙 重新设定目标 有太多的人在接近一个目标的时候就会松懈下来 那会让你倒退的 如果你不是去继续不断的追求的话 你是不能维持成功的 成功会变得越来越渺茫 正如其他生意一样 在这个生意里 你会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拓 不光是这个生意 其他任何生意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开拓阶段 例如19世纪的时候 年轻人纷纷去西部闯荡 去西部寻找未来 这就是一种开拓 当你开始拓展 就意味着你生意的最佳时期到来了 你永远都不应该放弃开拓 在开拓和建立之后 下一个阶段是管理 如果你开始管理你的生意 就不再去开拓了 当你不再开拓 你就不会建立任何新的生意了 只是试图保持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因为那是你唯一拥有的了 很多东西会开始从你身边脱离 除非你继续去开拓 所以继续开拓你的生意吧 不要担心管理的问题 哪怕是开拓的一团糟也没问题 晚些时候再慢慢收拾 当人们开拓的太快 把生意搞得一团糟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们 也不要叫他们停下来 帮助他们收拾局面 然后继续让他们制造混乱 可以这么说 能够制造出最大混乱的人 最后往往能够建立最大的生意 所以制造混乱吧 制造大大的混乱 然后让我们去收拾局面 这就是开拓管理阶段 当你进入管理阶段以后 你不再建立你的生意了 你开始管理它 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责备阶段 你责备你的组员说 如果在你的生意里 你做更多的事情 我就可以保住我所拥有的了 或者你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奖闲没有提高 或者如果你努力做到直系 我就可以上一个台阶了 你没有做到直系 所以就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 等等等等 所以你责备每一个人 你责备你的妻子 你责备你的丈夫 你责备你的孩子 你责备生意里的每一个人 对吗 当你在开拓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为你而兴奋 因为你在努力做事情 但是现在你不再开拓了 你进入了管理阶段 然后你开始责备别人 于是就到了毁灭阶段 一旦你开始责备其他人 而不是自我责备和反省 你的生意就离结束不太远了 不管任何生意都是如此 毁灭是确实会发生的 因为你已经不再处于开拓去的 在传统生意里 例如医院和牙科诊所 你得持续不断的去开拓 因为总是有人出生 有人衰老 有人康复 有人死亡 所以你得持续不断的去开拓 去建立 这个生意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生意的美妙之处是 当你把它建立到某一个位置 当你建立了六位数被动收入的时候 无论你是继续把生意建立到更高的水平上 还是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就会更容易了 当你建立到钻石级别 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定下来 但我们希望你继续开拓 德士特在很多年以前就可以停下来 但他并没有停止开拓 现在他在12个组里拥有钻石 他的钻石总数达到数百个 这一共有着12个钻石组 12乘以3已经是36分了 光是这部分的FAA分就已经有36分了 你以为他早就停止开拓了 但是他仍然在和人们谈话 即使他的身体不如以前那样好了 但是他还是和每一个人谈话 他是我认识最让人敬佩 最乐于付出的人了 这就是开拓精神 这就是耶格家族的精神 他们持续不断的为其他人提供服务 耶格家族里的男孩子们 他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的舒适 根本用不着继续发展这个生意 已经能赚到很多钱 因为他们把属于他们的那部分钱用来投资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他们的财务状况比很多这个生意以外的 相当于钻石级别以上的人都做得要好 而他们依然把100%的时间用在这个生意上 用他们百分百的精力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意 做我们的支柱 为我们制作不断更新的资料 让现在的资料保持新鲜 而且除了继续在美国本地维持和发展生意 除了忙碌于各种各样的事物以外 杰夫 多尔和史蒂夫在世界各地来回的奔波 建立全球性的生意 所以你们能够参与进来 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第二点是 你们对你们的领导人是否忠诚呢 你们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我无法告诉你们其他的生意人来找过我多少次 几个星期之前我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我弟弟打电话给我 他说有事情找我 他说有个人想和你说几句 我说慢着慢着 谁想跟我说话 他说一个叫彼得的人 他就在我旁边 我说彼得是谁啊 然后彼得和我说话了 他说弗兰克 你是在做安利生意吗 我一下子就很警觉 说你知道我做安利生意 还给我打电话来 很明显他不明白我的生意 他说我在想你会不会 我打断他 等等等等 我正在打球呢 不方便多谈 我接电话只是因为 是我弟弟打电话给我 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哪个家人生病了呢 然后我就挂了电话 你们都知道忠诚这两个字的含义 如果我对我的生意不忠诚 我的组员对他们的生意 就不会忠诚 他们的组员对他们的生意 也不会忠诚 你如何对待你的组员 你如何对待你的领导人 他们反过来也会如何对待你 如果你对你的领导人 不是那么忠诚 那么你就可以期望你的组员 对你更加不忠诚 如果在这个生意里 你应该做好十件事 而你做到了八件九件 那么你的组员很有可能 只会做好三件四件 如果你只是做了三四件事情 那么你的组员 也许连一件也做不到 所以你要尽可能百分百 跟随和紧密连接系统 如果你期待所有的人都对你忠诚 你就要对系统保持忠诚 这样你的领导人和这个生意 才会对你忠诚 你的组员才会对你忠诚 你对你的领导人所做的任何事情 你的组员对你做双倍那么多 记住这一点 人们的眼睛总是血亮的 耳朵总是灵敏的 他们总是会看得出来 你是否是一个完全忠诚的人 这会渗透进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中 所以要理解这一点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我参与过很多事情 我是一个赌徒 当然这并不是指金钱上的赌博 我觉得人生其实都是赌博 一切皆是赌博 你每天早上醒过来 你都要去赌博 你开车途中要避免撞到别人 撞到其他东西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对吗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如果你顺利度过了 你应该双期下回 感谢上天 让你顺利度过了24个小时 并祈求他让你平安度过 接下来的24小时 我曾经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我不认为我能够活过25岁 现在我早就活过25岁了 所以现在我活的每一天 我都认为是一个额外的奖励 我还能继续活着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那样的事情 尤其是你想要得到更多的时候 尤其是对一个从不满足现状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你想要做更大的事情 就要成为更大的人 我以前喜欢打棒球 也踢过足球 打过篮球 我喜欢所有的球类运动 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但有一次打球的时候 重重的摔了一跤 受伤了 然后踢不成足球了 后来棒球和篮球也打不成了 所以我决定在生活中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当时我读高中不喜欢读书 运动员都不爱读书 如果你成天还拿着本书 就会被别人笑话 说你是装模作样 后来我考上大学读口腔医学专业 然后成为了一个牙医 但是对我而言 当牙医仅仅是一种途径和方式 让我有能力参与其他的事情当中 让我可以享受生活 我父亲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建筑承包商生意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以后 他从战场回来 在一个面粉厂工作 每小时的工资是一美元 后来他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建筑公司 当时我11岁 就和父亲一起做事情 我并不觉得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 相反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这样的生活很有趣 父母总希望子女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更多 希望孩子比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他们拼命工作 好让孩子去念好一点的学校 于是去上学就成为了一件决定命运的事情 于是我就去上学 去了医学院学牙医 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个牙医 他很有才华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两个人都说 如果我们不去念口腔医学院 我们很可能会成为富豪 因为当你去念像牙科这样的专业的时候 你就注定不能够迅速挣得财富 你总是会挣到一笔不多不少的薪酬 而且是很稳定的 就像你打工那样 无论你拥有一份工作 还是为别人打工 反正就是工作 你必须去到某一个地方才能赚到钱 你今年得到的工资 也许比去年多一点 也可能少一点 不过都基本差不多 你绝对不会得到一塌笔钱 很难做一些事情 让你一次性能赚到50万美元 你很难做任何事情 让自己去到一个自由的地步 不能让你在银行账户里存有1000万美元 然后依靠5%的投资利息来生活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有1000万美元放在银行里 投资回报率是5%的话 你每年可以得到50万美元的利息收入 那应该足够让你生活得很不错了 对吗 没有人能够通过打工做到这样 于是人们开始进行投资 投资这里投资那里 如果你看过现金流向线的话 你就知道自雇人士和打工一族 其实都很难去投资 他们就干脆进行赌博 很可能会以失去所有的储蓄而告终 就不得不重新回到他们的工作和小生意中去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结果 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找 却从来没有发现 如果他们参与这个生意的话 结果会是多么不同 当我们赌博的时候 永远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你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受到政府法规的影响等等 最后你不得不去努力维持现状 更不用说前进 更不用说把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 对吗 当你去到四十四十五岁的时候 你说我的最好年华已经过去了 再过十年 十五年就到六十岁了 我现在还没有足够多的钱拿来投资 在未来十年十五年时间里 我又怎么能做到在最好年华里也做不到的事情呢 所以你要尝试不同的机会 多点冒险 我尝试了很多机会 以为其中之一能做成 我以为把足够多的钱砸在某件事情上 就肯定会做成一些事情 但这是错的 你要把自己砸在某些事情上 也许能做成一些事情 但如果你把钱砸在事情上 是做不成什么的 你必须把自己给砸进去 必须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某些事情上 所以我就参与了一些事情 当我开始我的牙医诊所的时候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离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我努力工作 生意兴隆 很快就有了口碑 不用做什么广告 就客源滚滚 仅仅五年之后 我就偿还了当初购买设备的所有欠款 然后我就开始考虑进一步扩大我的视野 我去到银行 银行对我说 弗兰克 我可以借给你二十五万美元 不需要担保 所以我就带了款去寻找更多的生意机会 我认识一个人 他很善于替别人赚钱 他那时候做披萨饼生意 已经做了很长时间 于是我找到他 说我手上有一些钱 想做披萨饼生意 如果你有扩展机会 我很希望能参与 那天晚上他来找我 来到我家 他把他借来的林肯车停在我家院子里 就在我自己拥有的林肯车旁边 然后进来我家 我们开始谈 要明白 我是在自找麻烦 他并没有主动找我 是我去找他的 我对他说 如果他有什么扩展计划 我想参与 因为在我看来 他是那种能够做成一番事业的人 他说 有一个人 有一间意大利面条 酱工厂 想卖掉 他给我看了这家工厂的利润表 他的利润表看起来非常糟糕 虽然我对利润表不太了解 但我也知道 如果我想卖一间公司的话 我就会把这份利润表做得非常好看 让他看起来很有前途 而他给我看的这份利润表 看起来没有什么前途 他安慰我说 他们是意大利人 他们很喜欢收现金 而这部分现金收入 是不能在利润表里表现出来的 我一听 觉得也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买了这家 意大利面条酱工厂 雇请了几个员工 向市场销售我们的面条酱 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好 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 所以我把我的诊所拿去做担保 打算向银行借钱 给这个生意增加更多的资金 我想 那个意大利人果然精灵了 他的财务报表做得这么不好 而我还是买了他的工厂 他把大把的现金 装进自己的兜里 这个时候我手上没什么钱了 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诊所拿去做担保 然后借些钱 用在生意运作上 我用那个生意49%的股份 如果你们做过生意 你们就知道49%的股份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我当时的处境就是那样 很多人说在开始一个生意以前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生意的事情 我想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 在这个生意里你不需要那样 因为你有一个领导人 你有着一个你可以信赖的领导人 我当时没有人可以信赖 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 而还是倾家荡产的借钱 一头栽了进去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让我损失惨重 话说回来 我的意大利面条将生意不好 又借不到钱 顺便说一下和我打交道的银行 来自波士顿 是家大银行 为一个大家族所拥有 那个贷款经理 其实很喜欢我们的项目 他给我们开了一张2万美元的票据 相当于现在的20万美元 我们就签了字 所以我们就借了我们能够借到的所有钱 但是我们的生意状况依然未见好转 我们的厂房生产披萨和意大利面条酱 厂房前面有一个铺面就在路边 我们竖起一个大大的意大利厨师的招牌 穿着大围裙吸引顾客 过来买我们工厂生产出来的食品 作为这个故事的结束 大概两个月之前 我坐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去加州 我坐在一个人的旁边 我和他聊了以后 发现他居然住在我的妹妹和妹夫住的那条街上 他说 你就是那个牙医 我说 是啊 我就是那个牙医 他说 我曾经租过那个铺面的前半部分 我说 哦 你为我工作 他说 不是 我租过那个铺面的前半部分 我说 哦 你租了多久 他说 租了一阵子 生意不太好 所以 我们就搬走了 我说 你租了我们店前的前半部分 这么说 你是付了租金的 对吧 他说 对啊 我说 你付的是现金吗 他说 对啊 我付的是现金 我说 你租了我们铺面的前半部分 这是我的地盘 而我居然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 我的生意合伙人背着我收了租金 这件事 居然我两个月前才知道 而那是1968年的事了 但是要明白 在生命中的决定是我自己做的 也许我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 但是我自己的决定 让我自己陷入了困境 你们明白吗 如果你陷入了麻烦 不要责备其他人 决定 是你自己做出的 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 是因为你在生命中 所做出的所有决定的缘故 你是否受到别人的影响 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你成为今天的样子 是因为你做的所有决定 如果你不满意 你目前的财务状况 你就得做出一些新的决定 然后紧紧跟随这些决定 去执行他们 克服一路上遇到的困难 所以我们借了钱 然后又借不到更多的钱 我们决定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借不到钱 你们都听说过 有人因为付不起利息 还不了本金 而被打断了胳膊打断了腿 人间蒸发了 当他们去借钱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清楚 还不起钱会有什么后果 不管你们从什么渠道借钱 你们肯定都知道 万一还不了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所以当有人被暴打一顿的时候 他们早已经知道 他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后果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明明知道后果还是借了钱 我们已经处于麻烦中 而且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我的合伙人借了更多的钱 所以说我陷入了麻烦 大大的麻烦 事情没有任何好转 因为欠了很多钱 我们被传唤到一个律师事务所 去见律师 顺便说一下 这个律师是我的律师 同时也是我的合伙人 和我们整个工厂的律师 他也是我们借钱的 那个人的律师 和我们租房子的业主的律师 我们所有人都聘用同一个律师 以为这样可以省一笔钱 你们都听说过 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吧 很显然 我是需要帮助的 律师给我看了看我们的合同 顺便说一下 我们的钱已经都用光了 我对律师我的律师也是所有人的律师说 你觉得我应该签字吗 他说 是啊 我觉得你应该签字 于是我就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隔着桌子把合同递给他 跟他握手 就离开了 三十年后 大约是八九年前 我的妹妹和妹夫来到佛罗里达州看我们 他们带来了一对律师夫妇 准确的说那位律师其实是一名法官 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法官和他的妻子 他们和我们的年龄一般大 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家里做客 我们一起聊天 一起共计晚餐 晚餐过后 我们坐在沙发上闲聊 聊着聊着 我抬头仔细看了看那位法官 突然之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像我们在某个地方见过 后来我明白过来了 我想着如果三十年前事情不是那样发展的话 我们也许成为很好的朋友了 我转过身来 离开了房间 他的妻子在一边看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三十年前我宣告破产 走上了破产法庭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以为宣告破产就能让你摆脱你的债务 那你就错了 直到一九九一年 我做到钻石后 才还清了我的所有债务 直到我做到钻石以后 我才偿还了自己在六十年代欠下的债务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末的一个三月的日子里 我去到法院申请一次旅行 当时我没有什么钱 还欠着债 但是当时我们符合资格参加一个航海旅行 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决定 是先还债 还是先去度假 我们决定先去度假 我们总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就从纽约出发 开始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航海旅行 在那两个星期的时间里 我们去到了很多美丽的岛屿 周游一圈后再回到纽约 回到纽约以后 那是在三月冬天刚刚过去 旅行结束后的一个星期早上九点 我们去到法庭报道 我是周围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看上去日子过得很滋润的人 全身的皮肤都晒成古铜色 容光焕发 而其他所有人则很憔悴 疲惫不堪 那个情景可真是有趣 这就是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 我一个人背负着所有的债务 我支付我曾经欠下的所有债务 当人们后来听说这段经历的时候 常常说 天哪 你怎么熬得过那样一段时间呀 你曾经想去自杀吗 我说 说我吗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自杀这种事情 但是那段时间里对我而言 确实是很无助 很苍白 似乎看不到尽头 你们有些人也许也经历过这样无助和苍白的日子 当有人告诉我 你要抬头看看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该朝哪个方向看 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 有人建议我去申请贫困补助 但是我当时才32岁 我不愿意那样做 我想靠自己的力气来走出困境 最终我确实靠自己的力气走出了困境 1979年12月的一天 我看到了这个声音 然后立刻参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这一次我能自己掌控局面了 我必须要做一些我能够控制局面的事情 我相信我会成功的 我能做成事情 我是一个总能在最后达成目标的人 上学的时候 我平常很少学习 而总是临时抱佛脚 考试的前一个晚上 我会向别人起来笔记拼命的抄 我平常很少抄笔记 所以我觉得听还是不错的 能听懂 但就是不能一边听一边写 所以我经常要借别人的笔记来抄 当我去上医学院的时候 我会借班上最聪明的同学的笔记 他们晚上学习完了以后 就让我借他们的笔记 然后我就一直抄写到半夜一两点 考试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通过的 所以你们可以跟你们的孩子们说 临时抱佛脚是好事 正如他们也理解不了笔记里的内容 所以也不需要花费力气 去记那些条条框框了 五年以后 你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 能记住10%都是很不错的了 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 就是打牌喝吸烟 我第一次喝除了啤酒以外的酒精 也是在大学里 大学生喜欢吸烟喝酒 因为那里有着群体的压力 所以青少年就是这样惹上麻烦的 然而今天青少年可能陷入的麻烦 比我们当年严重的多了 好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 在我们开始这个生意之前 我正在生活困境中慢慢恢复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生意 我感觉到这个生意应该能做成 不过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去看计划 第二天我的推荐人打电话给我 让我再去看计划 我跟他说了声道歉 让他告诉我 第二次在哪里举行 说我会去的 如果他没有打第二个电话 如果他没有跟进 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所以为什么不再打电话给人们呢 为什么不再打一个电话 问他们在哪里 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能出席聚会 不要担心 给一点点压力给人们 当我的推荐人第二天打电话给我 我说下次聚会在什么时候 我会去的 他告诉我时间地点 然后就去到那里 那里大约有30个人 其中三个还是我的病人 他们也都加入了 那天晚上我决定加入 我决定去买一个加入套装 我看到房间里有13个加入套装 我说我决定要一个 我的推荐人说你不能拿 我很吃惊 说我不能拿 你能想象吗 有人想加入这个生意 而你回答他们说 他们不能加入 当我看到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看到了自由的可能性 我很纳闷 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加入 在这里你们可以得到自由啊 你们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 很多人看不到 但我看到了 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 而有一些 你们认为比你们更聪明的人 看不到 那么他们根本没有你们 所以为的那么聪明 能理解吗 如果你聪明的话 应该能看到这里巨大的可能性 我加入的时候 这个生意已经发展了20年 做到了8亿美元的营业额 现在这个生意已经做到了80亿美元 你们不是为这家公司打工 你们是在和这家公司合作啊 这是你们自己的公司 是你们自己的生意 是你们自己的存货 450个科学家 研究人员和工程师 夜以继日 竭尽全力 绞尽脑汁的为你们工作 让你们拥有更大的生意 这种感觉太棒了 话说回来 我是在1979年12月 加入这个生意的 我发展这个生意已经有30年了 比我当牙医的日子还长5年 在发展这个生意5年后 我们已经是翡翠了 我们当时没有一口气受到钻石 因为我们当时分心了 其中一个让我们分心的事情 我开始做房地产行业 在房地产行业里 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也亏了很多钱 我不是在房地产业上升时期参与的 我参与的时候 房地产行业已经达到了最顶峰 开始回落 我们投入了不少资金在房地产上 希望房子增值 但是房子没有增值 也没有人来买 我们只好不断的维护房子 增加一些设施 建造了一些道路 我们一共拥有三个人合作地产 再聘请了一个女孩 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对房地产业一无所知 那个人就是我 我们没有做成房地产业 投入了20万美元 全部把它亏掉了 不光是把本金给全部亏掉了 后来还投入了很多钱 才摆脱泥潭 活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决定 要做到钻石 两年后 我们做到了钻石 为什么我不在七年前就决定做钻石呢 当我们做到翡翠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四个组达标 当我们在第四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三个组达标 除了这三个组以外 我们还有八千分 当我们带出第一个达标组的时候 我们的业绩是四万分 你们手上的生意计划和我们是一样的 我并不聪明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你们当然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们下定决心 然后坚持不懈的去做 其实任何事情 只要你们下定决心去做 你们就一定能够做成 没有人会阻止你们 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们 对不起 其实确实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你们 那就是坐在你座位上的那个人 除了那个人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你们 也没有人想阻止你们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了 我是在1984年离开我的牙医诊所的 我把它卖给了别人 在1983年的时候 我的脖子上长了一块小肿瘤 我请我的邻居帮我看看 他是一名医生 他看了以后告诉我 你下个星期得去大医院看看 然后他立刻帮我约好了门诊时间 我记得那天是我做牙医25年 第一次请假 我从来没有在工作时间离开过办公室的 哦对了 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把自己的脑袋给摔肿了 那一天我取消了门诊预约 除了那天以外 25年来我天天上班 这是我第二次在上班时间离开诊所 去到我邻居帮我预定的医院 我以为这是一个15分钟的小手术 但是我却在手术台上躺了两个小时 不锈钢坐的手术台硬邦邦的 医生让我不要动 我当然不敢动 因为刀子就在我的脖子里晃动着 手术后医生告诉我 他经过化验证明这是一个癌症 他问我要不要打电话给妻子 我说好啊 这是一个星期二 那天我妻子去学校 和孩子们一起吃午餐 所以家里没有人听电话 当我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没有人 然后孩子们陆续回来 我妻子和四个孩子 是不同时间回到家的 所以我把自己的病情重复了五遍 每说一遍 他们都要大哭一次 我那个邻居医生告诉我 那个电话 是他打过的最艰难的电话 因为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后来参加了我的生意 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我没有做化疗 而是去了另一家医院 专门给病人做食疗排毒 我的食物清单里 只有新鲜果汁 水果和蔬菜 不能吃任何经过烹饪的食物 而且是非常大量的吃 当我们和伙伴们参加 各种宴会和聚会的时候 别人在外面大吃大喝 而我妻子和我就回到酒店房间里 大嚼一通胡萝卜 菠菜 西兰花等 大口大口的喝鲜果汁 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大概一年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 我瘦了很多 体重轻了几十斤 腰围也小了很多 我知道有些人在翻日例 盘算着我什么时候会死去 因为他们看着我一天比一天瘦 我穿的西装上衣从42寸缩小到37寸 腰背从36寸缩小到29寸 我有一些在那段时间的照片 你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 我当时瘦成皮包骨了 当然你们都可以看到 那段时间减掉的体重 全部就添回来了 也许还有增加的 但是如果我确实需要 再经历一遍的话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 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你能够坚持过来呢 我回答说 这个方法可真要人命啊 除非你不用那种方法就会死掉 否则真是坚持不住了 今天啊 我看到有些人每天只能吃鲜果汁 水果和新鲜蔬菜 我真提他们难受 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经历 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多么难啊 当然 除非你整天和一些彻底的 素食主义者活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 那是1983年发生的事情了 经历那段时间后 最终我脖子上的肿瘤消失了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死于癌症 但是我通过了这个方法 战胜癌症 在我被诊断患上癌症的三天以后 我就出去讲计划了 在我患上癌症大约一年以前 我因为医疗纠纷而被告上法庭 我去了六天的法庭 有一位女士起诉我 说我误诊了她的牙齿 说我的医术不好 给她带来了伤害 其实那位女士是一位好人 她没有直接起诉我 而是她的女儿 其实真正起诉我的 也不是她女儿 而是女儿的丈夫 她是一名律师 她觉得我有空可乘 就起诉了我 我在法庭上度过了六天 在被告席上站了六天 那是非常难熬的六天 我相信你们绝对不愿经历这样的日子 到了最后一天 我已经精疲力竭 在那段日子 我的一位好朋友 每天都来法庭陪我 他也是一个律师 但他不能代表我 因为他为一家保险公司服务 但他一直坐在我旁边 给我鼓励 我非常感激他 最后一天休庭时 陪审团即将做出裁决 突然间 我看到律师冲下楼梯 向我跑过来 对我说 陪审团的裁区对你有利 在庭审的过程中 我听到了无数次的反对 反对反对 抗议抗议抗议等等 我都不知道 他们还能说出什么话 当时我的医疗意外保险费额度是十万美元 所以如果法庭裁定原告赢的话 他可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 甚至更多 所以当我的律师对我说 陪审团的裁决对你有利 我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律师说 如果你能有足够的证据 我们就能重新上诉了 我拒绝了 我不想再来了 这一切都结束了 陪审团全部十二个人都同情我 但我拒绝了上诉 而最有趣的是 最后一天庭审 法官让病人出场作证 但病人没有出现 我猜其实我的病人是不想把我告上法庭的 就在我每天都要上法庭的那个星期里 我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法庭的 接下来的星期还有一天 而我妹妹在星期一的时候 遭遇了一次车祸 她伤得不太重 但是在医院做X光例行检查的时候 医生发现她患上了肾癌 所以医生让她在那个星期做手术 就在前一个星期天 我的丈母娘中风了 她住在医院 我妹妹也在住院 所以每一天 我离开法庭后 先在车上小睡一会儿 然后就去医院 看望我的丈母娘和妹妹 你们知道 我还做了什么吗 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那个星期里 我每一天晚上都给人们讲计划 你们真的想得到 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想要的一切吗 或者你们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你们真的想得到 你们说自己想要的一切 那么就不要让生命中的任何事情 挡了你们的路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堆借口 你们让这些事情阻挡了你们前进的道路 每个人的人生中总会发生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你们不会顺利的度过一生的 在你们从现在去到钻石的路上 绝对不会是一路亮绿灯 一定会有曲折 一定会碰到红灯 一定会有事情把你打回起点的 但是你们真的想要得到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或者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如果你们真的想得到你们说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你们就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不断的去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做 不管这个过程多么的艰细和漫长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其实只需要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钻石 但是我们却用了十一年才做到 因为我们总是被各种事情所分心 我把牙抑诊所卖掉以后 我就立刻去打高尔夫球 加入乡村俱乐部 每个星期打五六天的高尔夫球 其实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过去15年以来所做的事情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生意 让他们给你带来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能给你带来六位数收入的生意 让你享受生活旅行 这就是我们的生意 我们只是这个生意能够给你们带来什么收获的一个例子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为别人打工 打工打工 你们说我可不想做那些事情 我也不想做 我们发展这个生意做到了一定的级别 就搬到佛罗里达州 每个星期打七次高尔夫球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什么事情 当然我没有过着特别奢华的生活 我没有考虑过买七百万美元的游艇 住在六百万美元的大豪宅 我的妻子也没有带四颗拉的钻戒 没有这个必要 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你们可以这样做 只是你们得比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 做的更长时间一点 我告诉人们认真地想一想 你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究竟要花费多少钱 看看每个月每个星期需要花费多少钱 你们知道自己的房屋分期付款是多少钱 对吗 如果你想买一套房子 你当然需要知道自己能支付的分期付款是多少钱 所以你们应该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全部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全部加起来 看看需要花多少钱 一个月花多少钱 一年花多少钱 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 看看需要把这个生意做到哪个级别 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 然后你们就要看看这个目标 我要做到翡翠级别 还是钻石级别 还是创办人钻石级别 还是行政钻石级别 还是双钻石级别 才能得到和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呢 你们觉得你们的领导人 会不会有哪个阻止你们达到这个级别吗 绝对不会 所以请大胆的去做吧 就是这样了 你需要做到钻石吗 你需要做到行政钻石吗 你需要做到双钻石吗 如果需要的话 那么就努力的去做吧 去付出代价 达到这个级别 去付出代价 如果你们愿意 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 可以跟我说说 除了你们自己以外 还有谁在阻挡你们的路 好了 我说的够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